好上期课的内容呢 我们求导了一个梯度方向 那么这个 梯度方向呢 是对于我们后续要做的梯度算法里面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们最终梯度方向的一个结果 长成这样 那么这个块是怎么来呢 再提一下 这块是根据这块球盒来了 我可以把它当成θ0x0 加上θ1x1 当我对这一块 对θ1球导的时候 它的导数就是前面的细数 都是它的一个si s1 那么如果是g呢就是sg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张 批量 它的下降降算法 那么p这样的梯度呢 是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这块 这块是不是我们很熟悉呀 知道我们为什么求导了吗 这个是我们刚刚从梯度那块的一个 下梯度下降算法的一个求导啊 对不对 这种刚才求导的一个过程 OK 最终结果是长成这样 那么前面还加上了一个 a还记得是什么 a代表一个学习率 或者叫什么 访问不长 不长 就不长 它走多少个程度 一个部门也卖多大 只是多少个不长 那么这块呢 还有一个是cdg 那么cdg加上 α乘以这一坨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 什么意思呢 我让它得到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这是一个突函数 那么这块是我的jcdg 这是我的cdg值 OK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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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任意的点 它会对应的不同的一个cdg cdgcdg0 cdg1 1只得1 找到一个cdg 它无论是怎么走的话 它最终会找到一个局部最优的解 那么最优最优解 这块呢 戴战是什么意思呢 我当输入第一个cdg0的时候 那么这返回的什么 这是1 到输入cdg1的时候 这就是2 cdg3的时候 这就是4 这就是3 2的时候 这就是3 那么3呢 就是4 对不对 这样叫做一个迭代过程 这属于批量 梯度下降的一个算法 其中你如果是下降 这叫负梯度 你上升呢 就是个正梯度 OK 那么接下来这块呢 是我们这里面一个解释啊 这个是我觉得是文达那个讲义 那么这块的话要 这里面除了它这个批量的话 还有一个要怎么解决 批量下降的 比如这块是一个 它的一个图示图 比如这个点 到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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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这儿 就是我局部的一个最小值 对不对 现在它局部的最小值 如果这是啊 它是个等高线吧 如果这是400的话 就是呃 比如说这是300 200 100 或者是一直到一直到 它这是相当于一个等高线 那么这个山谷 山谷的话 无论是怎么走 一定要找到局部那个最低的点 最低那个θ 从而找到最低的时代之后 我会找到最全局的一个最小值 对不对 全局的最小值 好 接下来 随机提高向 isgd 随机写下 那么随机下 这块的公式也是 它是每一次迭代做一次循环 那么这块势子 还是我刚才解释的势子 只不过是 它这的随机呢 它这随机是根据 还是按据 c他 c他等于零的时候 这次他会得一个 c他会 这个c他会 得个一 c他等于1的时候 这会得一个2 这么一个迭代关系 只不过说 它是从 1到一个m m这是一个定值 你就知道 最找到最合适的一个c他 m是个定值 那么从第一个c他零开始 这是1 到最后一个c他星 总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 c他 c他 ok 那么 我们能不能选到一个 折中的办法呢 看这 如果不是拿到一个样本 即更改它的梯度 而是 拿若干的样本的 平均梯度 作为一个更新方向 拿这个叫mini batch mini batch是折中的一个 梯度算法 它的算法 其中 我们看一下它那个 p量 p量的话 这是个迭代 随机的话 它是从 c0 一直叫c1 c他2 一直到c他 直到 找到 找到我们的最好 最小 最小 最小的一个 最有解 还是局部的 ok 一是p量 一是随机 那么能不能 拿个最 最 折中的方法呢 当然可以 你比如说 这是个列表 这是 1到10 到20 到30 到40 到50 ok 我这里面 比如说 一共有50个c他 他属于50个 那么 这个50个里面呢 我先拿 第一批的 签10个来 这就是p处理吧 先拿第一批的 10个 比如说c他 1 一直到c他10 拿回来 然后放到我们的 这次的地方 会求出个值来 那么第二批 从10到20里面 再会求了一个值来 从10到20 20到30 会求个值来 40到50 一直到最后 40到50 会得到一个值 那么把这些值 来看出 哪个值对这个c他 贡献最大 而什么样最大 对他的值是最小的 整一个 我要得到一个 最小值 那么这个c他呢 就是我最终要的 一个最有解 那么折中的方法 还是相对比他 而言效率很好 因为他是个p处理 p处理方式呢 他效率比较高 并不是一行去读出去 还是一批一批的 一个 一个 一个病死 一个病死 一个病死是10个嘛 他这块是 去 迭代过程 那么相对他 效率还比较快 然后他最最短时间 能找到一个 c的性 最有解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张 那么进一步 做一些 他的线性分析 那么 对于 样本是非线性的 只要是对 只要对c 进行 求导就OK了 那么刚才我们c 他已经求出来了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要把握好的 他是一个 呃 样本点 这些点 都要以致 我们最终要 要学习出这条线来 那么这个线呢 是不是一个几何的一个概念呀 那么最终我得到说 比如说Y等于 他经过的是 呃 1 那就Y等于 RX X吧 那这Y等于RX里面 也就是说 这种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回归的一个方程式 那么这种几何呢 就是这个线性呢 代表是几何的概念 OK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概念比较多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我看看 放大一点 好 我稍微放大一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计算度量 其中我们先认识它的一个标记 比如说X1的一个向量 它会得到Y的一个标记 S2的向量 会得到Y2的一个标记 S4M的向量 会得到MM一个标记 那么就这些一对一对 就是我一个历史样本点 对不对 它的历史样本的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块会得到 上边 和下边有什么区的 大家看一下下边 其中S1的一个向量 会得到Y1的一个估计 S2的一个向量 会得到Y2的估计 SM的向量 会得到M的一个估计 也就是这块是 X1 Y1 是测试数据 也是我的真实的 有再答案的一个测试数据 那么这样是我的预测数据 预测的数据 预测 OK 这是我的预测数据 那么二者之间不言而论 我们这块 训练数据对应的是 训练模型 测试数据对应的 测试的一个模型 那么 这里面有这么个概念 叫总平方和 TotoSumpleSquise 那么这块是什么意思 Yi指的是 是不是这块的一个测试样本 测试 样本的 Yi 那么Yi减去他们所有Y的一个一个均值 出的一个均值 那么这个均值呢 我就会得到一个叫总平方和叫TSS TSS就是从任意一个点的Yi减去一个所有Yi的平方和 扩起的平方 如果说你在 在给他前面 你如果说有一个 你如果有十个 十个加弹点 就是十分之 十分之 I从1E加核到M Yi减去Y 扩起的平方 那么这块就是它一个方差 这也是相当于一个方差的概念 对吧 方差的概念 好 再我们看一下这2S的财神差平方周围的比较多 它是什么意思 Y 这个Yi hat是什么 是不是预测值的 预测值减去真是值这个快速的平方在求和 就要2S 这什么意思呢 我给他画个图大家会明白了 好 接下来看一下2S 比如说啊 我们在啊 好好翻到第1页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第1页 第1页这个图我先把它给 比如说这块 你会看到的是什么呢 最右边这个图 我之前告诉大家 你别就拿 这个来说 就这是个红点 那么这个点 就是指的是我Yi Yi的一个样本点 那么这个点 它那个针 就是我们的那个尾部 这针部 尾部这块会打得了一个预测值 那么打到这个预测值的时候 这是我超平面 也是我的预测 这块一个模型 那Y Y的一个估计 会得到一个估计值 Y的一个估计值 那么这个Yi的估计 就是我们预测的模型和和减去它们之间的误差 是不是有相当于差 扩起的平方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值减去它们之间的平方 就会得到一个 刚才要得到的那个式子叫残差平方核 OK 残差平方核 OK 我再放大一点 好 这个残差平方 大家2s在乎 我们这块用的还是蛮多的 就是大家一个度量标准 再解释一下 Yi指的是我们一个预测上一个任意的一个值 任意的值 比如说这样的 比如说这是一条预测出一个模型的Y等于AX加B 那么其中 其中这个点 求他求A点这个 这么的误差呢 比如先求出这个点 它的一个 一个 Yi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点再垂直于 这个好 这条线就是我们模型的线 然后得到了一个什么Y hat 那么它们之间的差距的误差 就是它们之间的叫残差平方核 2s 注意 2s误差平方核 其实它也叫误差平方 也叫残差平方 因为它们之间的误差 那么定义的是什么呢 R方等于 R方等于 我们把 1减去RSS 比上 TSS 2s指什么 是不是我们总平方核呀 就是Yi减测试样本减去平均样本的平方 然后它去如果加加10个的话比较10个的话就有了小方扎 比上TSS 也就是说这块的话 这块我们要要保证什么呀 就是这块是不是叫越小越好啊 对不对 越小它越好 然后如果是1减去这一整块呢 是不是代表着它就越大越好啊 对对 越大越好啊 当RSS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一整算就有0 那么它R的平方就是1 对不对 它是1 那相对还比较大 那么我们R的平方越大 它理论效果就越好 如果是R这最右减费1的话 若模型预测为随机值2 有可能就负啊 再提一下 它有个交叉不写 待会我现在也得提一下 OK 我们再看下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ESS ESS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 比如说Y hat 一个预测的样本 减去 我们的每一个真实样本的一个 一个平均 扩起了平方 如果是10个 那就除以1分之1 那么它指的是我们一个ESS 那么TSS是什么意思呢 TSS等它又叫做回归平方和 那回归平方和呢 是根据ESS加上2SS 残差平方和在一块 所以这里面概念 我感觉是最全的 也是给大家举的例子 你原地的最小 但是你们用的比较多呢 是哪个呢 一是残差平方和 或者误差平方 2S或者SSE 都用的是比较多的 当然这里面 在科研里面 还是用的语言比较多 每一个多点标准 都有每一个不同的意义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要 把这个东西记得 稍微全面也好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是先这样 然后我们接下来 会用代码的形式 给大家再见 好 我们下一个课见 谢谢 谢谢